遭美国制裁中共头号监控设备商受挫,杭州海康威市数字技术公司是中国大陆企业,成为全球行业领袖的一个罕见例子,但是它跟中共当局之间的密切关系,现在可能遏制它的前进。 Johannes ISLFP杭州海康威市数字技术公司是中国大陆企业,成为全球行业领袖的一个罕见例子,但是它跟中共当局之间的密切关系,现在可能遏制了它的发展。 彭博社报道说,海康威市的足迹跟中共政治一程密切相连,它的摄像头遍布新疆在那里,政府大力扩建安全设备,面临侵犯人权,的指责。 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官员说,美国现在在考虑制裁,参与建立集中营,拘压成千上万维吾尔人的公司和中共官员。 美国已经禁止政府机构购买海康威市产品,上周该公司的股票暴跌8%,将今年的跌幅,扩大到29%这一切,打断了海康威市的惊人飙升的势头。 该公司的间谍技术设备已经扩张,到全球从伦敦到孟菲斯到堪培拉,使得两年内它的股票增长4倍,对于外国投资者而言海康威市的业绩足以令他们兴奋。 过去两年,股本回报率达到34%利润率,达到20%海康威市的产品,占据中国大陆监控市场的40%,百分号占据全球监控市场的11%。 是世界上头号监控设备制造商,海康威市的工业无人机盘旋载人,门上方,海康威市的摄像头,高悬在全世界街道角落海康威市的智能家居产品,包括指纹锁的销量。 今年上半年,攀升60%监控设备,是中共的一个突出的技术领域。 中国大陆此类公司申请的专利是美国同行的5倍,作为全国重要软件企业,海康威市享有优惠企业税率10%到15%而不是标准税率25%,它也是中共创新公司计划的接受者享有财务奖励。 尽管如此,海康威市的国际霸主地位可能受到威胁,公司余三分之一的业务来自海外,但是这部分的利润率今年上半年已经同比萎缩6%它面对激烈竞争。 美国的Henwell和瑞典的Access通讯公司最近降价,海康威市从中共政府那里得到的资助,也可能随着中共削减开支而减少。 最近对创新公司计划的研究发现加倍投资研发,将耗费中共政府36.9%的企业税收入。 彭博社警告那些压住监控设备的投资者,说,有关间谍设备制造商的负面消息不太可能消失,把发财机会压在中共监控人民的事业上可能不是一个好主意。